感跟这四种人翻脸 你的命反而会越来越好 不信你看 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 感当面跟一个人彻底翻脸 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要顾及情面 总是会考虑很多 以至于不喜欢一个人 看不惯一个人 也不得不忍着 但是有一种人刚好反着来 他们从来不会前怕狼后怕虎 而是直接翻脸 因为那些人的真实面目 他们已经看清了 看透了 在他们看来 与其虚情假意地 维持一段表面的关系 倒不如直接放弃 这样反而不容易消耗自己 白白浪费感情 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有底气的人 活得很厉害的人 这意味着 他们不怕失去 不怕得罪人 意味着 他们从来不需要 依附于任何一段 关系而活 而是有足够的能力和实力 活得光明磊落 有四种人 如果你敢跟他们当面翻脸 你的命反而会越来越好 因为这说明 你真的很不简单 一 只会在背后玩心眼的小人 这世界上最不划算 也是最愚蠢的一件事就是 跟小人纠缠 为什么 因为你不仅赢不了他 而且还会白白拉低你的层次 浪费你的精力和时间 而你之所以赢不了他 就是因为他在这些 见不得人的事上 太有经验了 论心机 他比你深沉得多 论良心 他的早就黑了 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等 他几乎没有 这样一个只会在背后算计 且永远上不了台面的人 你何必忍耐呢 直接翻脸 反而对自己更好 因为你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他 我没那么好欺负 我忍到极限了 就不会再给你脸了 二 言而无信 只会想着占你便宜 利用你的人 有些人靠近你 跟你做朋友 其实并不是因为 跟你合得来 或者觉得你人品很好 能力很强 很值得深交 而是他看中了你的价值 觉得你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帮到他 可以说 他从一开始就是带着目的性的 等你慢慢地放下戒备心 开始信任他 他就会一步步地实施他的计划 比如找你借钱 比如拉你投资等等 但是你借给他的钱 他是不会还的 你做的那些投资 也永远回不了本 因为他就是在骗你 利用你 变着花样地占你便宜 这样的人向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永远没必要深交 三 捧高踩低的势力言 很多时候 人性比我们想得更现实 你风光时和你落魄时 会看到他们不同的嘴脸 风光时 他们巴结你奉承你 让你觉得他们对你很真心 落魄时 他们嘲笑你 看不起你 让你觉得人性的虚伪 可以超过你的认知 这些势力眼门 能翻脸就尽快翻脸吧 不要当一个任人拿捏和利用的软柿子 他们对你没有真心 因为他们看中的不是你这个人 而是你背后的社交价值 他们全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活得自私自利 虚伪至极 四 不懂感恩的白眼狼 你曾全心全意地对一个人好过吗 你曾毫无防备地信任过一个人吗 如果有 你就会知道被背叛 被辜负的滋味 生活中有很多人 在跟人交往时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心眼的 他们总觉得自己已成代人 就能得到同等的回应 可实际上 他们对于人性还是高估了 他们的阅历和见识 还是太少了 毕竟 有些人从来不懂得感恩 只会变本加厉地向你索取 他们不会觉得 你帮他是情分 只会觉得这是你的本分 这样的白眼狼 永远不值得 你付出一分一毫 及时翻脸 才是明智之举 不管如今的你到了什么年纪 我都希望你能拥有被人讨厌的勇气 不要害怕得罪人 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及时跟一些人翻脸 你的命反而会更好 你的日子反而会过得更轻松 毕竟有些人 根本不能算是人 他们也从来没有心 对你有恩的人 不要请吃饭 送礼 要学会以下三种报答方式 人生慢慢 总会遇到波澜起伏 掉进去了是挫折 爬出来了叫成长 我们得承认 有时候 我们就是生不出勇敢的心 想不出脱困的办法 痛苦又迷茫 这时候 倘若身边出现了高人 为我们指点迷津 这样的恩情 我们定将节草闲环 以报 感激不尽 回报贵人的方式 有很多种 吃饭 送礼未见得是上上策 反而显得不那么恰当和真诚 在自己的能力和人生的不同阶段 试着用以下三种方式报答 不但自己心中坦然 也会让对方心累 一 帮扶之恩 铭记于心 在我们能力还不足 人生还未腾飞的情况下 不急于用吃饭 送礼等方式表达感激 是拉近彼此距离的方式 其实 很多时候 人情债并不好还 不是人家借你一百 你还人家120那么简单 那种危急关头的出手相助 是将我们从崩溃的边缘 拉回的再生之恩 值得我们一生铭记 虽说风水轮流转 也许恩人也有需要帮助的一天 如果我们有能力相助 则赴汤蹈火在所不息 假如我们还未有足够的能力 将其解困 也要助人一臂之力 哪怕绵薄 这些都远比一顿饭 一份礼物来得实在 也会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因此 不要急于用物质回馈 将恩情贬损为交易 而是保持联络 以带来日 我们永全相报 二 思进思变 不负所望 有了被欣赏和帮助的力量 我们更要打起精神 努力求进 求变 不要将贵人的帮助 当成人生的发动机 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努力 要知道 所有一切东风 都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而舵手始终是我们自己 依赖生懒惰 懒惰则退步 慷慨相助 是要我们用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当下的困境 和自己的不足 加快进步和成长的步伐 迎头赶上 用这种方式回馈 不仅要感恩 还要竭尽全力 让对方感受到他们的期盼 没有落空 不负所望 我们只有权力以赴 才能够真正地回报恩人 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帮助 对我们的深远影响 三 功成名就 奸济天下 当勇往直前成了习惯 我们中会有功成名就的那一天 而那一天的到来 未必是取得了世俗的成绩 而是从黑暗与绝望中惊醒 冲破了自我 又勇于成就自我 勇敢迈向辉煌的那一天 奸济天下 对我们而言是传承 对我们所欲的贵人而言 则是欣慰 将那份当初助我们突破重围的力量 传播出去 给更多抱有坚定理想 又一时不知所措的人们 让希望的火种不灭 让善举远远流长 这种回报的方式 不仅能够让我们感到自豪和满足 也能让我们的恩人 看到他们的善行 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将帮扶之心终身铭记 思尽思辨才不负所望 功成名就在奸济天下 这些报恩的方式 虽不及请客吃饭 拜访送礼来得快 却对自己 对贵人 对社会的影响巨大 当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 好人相帮 善念长存 我们的生存环境 会更加和谐阳光 世界会更加美好安宁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又无幼以及人之幼 这句古话不再是空谈和理想 而是梦想照进了现实 愿天下太平 有智者获得成功 熟集者收获安宁 逐梦者实现梦想 勤劳者得偿所愿 当一个人归还你这些东西 说明他对你彻底死心了 爱情总是充满着各种甜蜜与矛盾 有的时候 明明是吵得很厉害 但其实他并不是心如死灰 当他摔门而去的时候 也不代表这段感情走到了尽头 而是说明他还在乎你 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 这些种种 其实都是双方的一种沟通方式 真正的心思 是没有期待 没有沟通 他们甚至不愿意多说一个字 当有一天 一个人归还给你这些东西时 就不要再抱希望了 他对你已经彻底死心了 一 归还你所有的礼物 两个人情浓之时 我们愿意为对方买回各种的小礼物 有时是一个钱家 有时是一个他喜欢的CD 还有时就是一本书 礼物虽小 重在情义 他能买礼物给你 就说明 他是真的将你放在了心头 遇到好东西 他愿意与你共同分享 看到你喜欢的东西 他会主动买回来给你 他就喜欢看你那开心的样子 而这些简单别致的小礼物 都被我们一一珍藏在抽屉的角落中 时不时地拿出来看一眼 而一旦两个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 他会把所有的礼物都归还给你 这是在对过去做最后的告别 做出这个决定其实很难 或许是经常了长时间的犹豫 毕竟那些过往的种种美好 曾经伴随着我们走过了一春又一秋 深藏在我们的记忆中 忘记过去 意味着我们要切断过去 不能再回头 从此 你的过去与它无关 你的未来 它也不愿意再参与 你们之间 从此桥归桥 路归路 不再相见 这些被归还的礼物 也将成为了你心头永远的痛楚 不能看见 也不能触碰 二 清空所有共同的社交账号 两个人相爱的时候 你中我有 我中有你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愿意对你敞开心扉 成为你眼中的透明人 于是 两个人开始共用一个社交账号 写下那些情深的文章 文章中都是琐碎的往事 却充满着甜蜜 其实 感情的好与坏都很正常 我们也必须在感情中 为自己留下一方独立的空间 别靠得太近 别走得太密 即使有了共同的社交账号 我们也要注意把握文字的尺度 不要说一些过激的话语 也不要发牢骚 因为这方小小的天地 是两个人的私密花园 也是两个人情感的沃土 而一旦两个人的感情没有了温度 他就会清空所有共用的社交账号 因为我已经不允许 你再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从此 我们各自安好 既然已经不爱了 就不用太纠结 干脆地告别过去 我们才能轻装前行 的确 一段感情从美好走向消退 是难过的 但是事实已经无法改变 我们就应该努力向前走 如果不想面对着这种分手的结局 我们就应该在感情浓烈的时候 好好珍惜归房 别留下遗憾 真正能浇灌爱的 永远是你的尊重 理解 呵护和责任 否则等他心死了 你就找不回这样美好的爱人了 父母走了 兄弟姐妹也不来往了 如此处理 才是真聪明 高亚林有一段话 曾席卷网络 每每读来都会觉得甚是心惊 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父母在 你看不见死神 父母不在了 你直面死亡 这句话让我想起那句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 细想的确如此 父母尚且在世的时候 无论我们多少岁 都会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至少可以在父母面前做回孩子 如果父母不在了 我们成为了父母 就会成为子女心的依靠 而我们的依靠 却再也没有了 一代又一代 就这么过下去 拥有的时候 可能不懂得珍惜 一旦失去了 就会觉得甚是难过和焦虑 但是没办法 这些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 最好的做法就是 在拥有的时候 尽可能地陪伴和珍惜 别让人生留下太多遗憾 那么如果有一天父母不在了 兄弟姐妹也结仇了 不再来往了 我们该如何经营自己的人生呢 最聪明的做法 不过是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 在能挽回时 放下芥蒂 主动和好兄弟姐妹 是我们无法选择的 是命中注定 要跟我们成为一家人的人 也是父母一早就为我们选择好的 如果有一天父母不在了 兄弟姐妹就成了这个世界上 跟我们最亲的人 不管彼此之间 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矛盾 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 都是割不断的 所以很多人想到这一点 就会觉得 没什么坎是迈不过去的 如果你觉得 跟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尚且有缓和的余地 那么不妨主动去和好 面子没那么重要 相比于挽回一个亲人 面子不值一提 在电视剧都挺好理 苏明成和苏明玉两兄妹 从小就感情不合 长大后 甚至因为一点小事 大打出手 闹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但是后来 苏明成醒悟了 知道对妹妹好了 便放下心中 借地主动和好 那一刻她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恩怨情仇 比挽回亲人更重要 二 如果不能挽回 就顺其自然 好好珍惜 当下的生活 第一种情况说的是 彼此之间尚且有挽回的余地 如果没有了 你也尽力了 那就顺其自然吧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我们努力了 就会有好结果的 任何一段感情 都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如果你已经做了 所有你能做的 依旧挽回不了 你们之间的关系 那就算了 余生 好好珍惜眼前人 好好经营当下的日子 虽然父母不在了 兄弟姐妹也不再来往了 但是你还有自己的家人 有另一半 有孩子 有朋友 有工作等等 这些足以支撑你 继续活下去 继续对生活 热爱下去 人生有失去便有所得 当你不用再 费心经营那些 让你觉得心累的关系 便有了更多的精力 去经营值得的关系 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三 练就一颗强大的内心 努力成为自己的依靠 从某种角度来说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最终能依靠的人 其实只有自己而已 鞭子没有打在你的身上 你就体会不到那种疼 所以感同身受这回事 是不存在的 你人生中经历的那些 大悲大痛和大喜 说到底只有你自己知道 别人嘴上说着理解 可能只是安慰你 实际上并不理解 既然如此 练就一颗强大的内心 成为自己的依靠 就至关重要 你只有足够独立 才能从容地应对 人生中的风风雨雨 你的另一半或子女 或许会陪着你一起经历 但是最终扛过去的 终究还是只有你 每个人都要懂得 为自己而活 如果父母不在了 兄弟姐妹不亲了 那就努力经营好自己吧 当你成为自己的依靠 也就无所畏惧了 因为你就是自己 最大的退路 当一个人学会沉默 就赢了 一、做人就像是骨碎 越是成熟的人 越是懂得低头 不张扬 成熟的人 懂得低头 懂得适时保持沉默 沉默寡言 并不是一种认输的状态 而是在积聚所有的力量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善于沉默的人 不会说太多话 不做无谓的争执 而是善于让自己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 不为无聊的人与无聊的事情浪费时间 不为没有意义的事而浪费精力 而是在沉默中增加自己的专注度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成熟与强大 学会沉默 是一种能力 老子曰 大因牺牲 大象无形 真正厉害的人 懂得沉默 他们不会说太多的话 善于克制自己的情绪 能够远离事端 远离八卦 不管面对的是冷嘲热讽 还是讨好逢迎 始终能保持沉默 保持一颗初心 当一个人 学会沉默 就赢了 二 话多 必有诗人与人之间交往 一个人说的话太多 并不是一件好事 墨子中讲了这样一个事情 子琴问老师 多讲话好不好 墨子是这样说的 蛤蟆苍蝇 总是会叫个不停 但是没有人喜欢听这样的声音 甚至很讨厌 但是熊鸡平时一声都不叫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都会打鸣 提醒人们起床干活 听到这样的声音 大家都会急忙起来 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当一个人 懂得闭嘴 懂得保持沉默 在该说话的时候说话 那么他说出口的话 会更加让人有幸福力 如果 一个人总是叽叽喳喳 说个不停 说出来的话 却都是无用的 不但会浪费 自己宝贵的时间 而且 如果不小心说错了话 便会得罪人 给自己的未来增添更多的隐患 真正有能力的人 善于保持沉默 看似不声不响 其实是把所有的力量 都集中在提升自己身上 一个人 不多说话 就会减少很多祸事 不会把自己牵扯尽是非之中 三 学会沉默 不争辩人与人之间交往 真正的智者 懂得保持沉默 不争辩 周易中写道 吉人寡言语 造人之词多 当一个人经历的越多 心胸就会越开阔 渐渐开始明白 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必斤斤计较 有些事情 说多了 别人也不一定爱听 也不一定会理解 不但会浪费太多的口舌与时间 而且还有可能与对方成为敌人 为了一点点小事 真的不值得 学会沉默 会发现许多小事 都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小水花 过去了就过去了 根本就不值一提 学会保持沉默 便会发现 人生中有更多事 值得你去努力 不喧哗 不声张 去积聚更多的力量 展现出最强大的状态 比任何语言会 更有说服力 真正的强者 内心强大 从不靠争辩为自己赢得声势 而是 善于保持沉默 不再执着于面子 一时的输赢 而是把格局放大 为了更长远的事情 而用心谋划 四 选择性沉默 是一种智慧 有时候 沉默更有力量 会让人更加欣赏 人与人之间交往 在一些事情上 如果无法 及时做出决定 不好表明立场 选择沉默 是最正确的一种方式 保持一种中立的姿态 不轻易站队 更容易保全自己 人生总会面临 很多种选择 说得太多 很容易得罪人 不知不觉 便给自己树敌无数 少说话 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与人交往 沉默一点 或许会受到很多委屈 也会遭遇很多痛苦 但是能够熬到最后 就会成为真正 赢得胜利的那个人 人生中有些选择不能错 一旦错了 就会逆转自己的命运 不知道将会把自己带到何方 说错话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说太多 有时候就是招惹灾难上身 做人 要学会看破不说破 懂得人间不差的道理 不要因为话多而引火烧身 学会沉默 才是拥有大智慧的一种表现 当一个人 学会沉默 就赢了 白岩松写道 一个人的一生 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 你的内心已经 兵荒马乱翻天覆地了 可是在别人看来 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 没人会觉得奇怪 这种战争 注定单枪提马 真正强大的人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会不动声色 他们善于保持沉默 在沉默中保持理智 一个人默默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不会轻易让人知道 他到底经历了多少痛苦和悲伤 真正厉害的人 善于保持沉默 用实力去说话 在实力面前 语言会变得无力 一个人越来越成熟 就会变得内敛沉默 能控制住自己的口舌之欲 也能让别人更加幸福 学会沉默 不谈论他人是非 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也是一种做人的成功 诚服深的人 说话有以下特征很明显 劝你远离 一 引言 在这个世界上行走 似乎 许多人 都戴着一张坚硬的面具 让人难以看清他的真实面貌 有的人心地善良 真心实意 有的人 则深藏不露 让人难以窥探 还有一些人对人很亲善 但实际上 却心怀叵测 戴着面具前行的人 在不同的情境下 会展示出不同的面貌 也许 是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 也许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生存 面对这样的人际关系 常常会感到迷茫和无助 不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朋友 谁才是真正的爱人 其实 真正诚服深的人 说话有三特征很明显 劝你远离 二 诚服深的人 说话缺乏诚实和真诚 诚服深的人 在说话时 缺乏诚实和真诚 他们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人 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 或者目的 说话时 会表现出口是心非 言不由衷的特点 他会经常使用一些措辞 含糊不清的话语 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 让人难以理解他的真实意图 卡尔维诺 所说 诚服深的人 希望别人看到他们的虚假和虚伪 同时又希望掩盖自己的缺点和瑕疵 诚服深的人 也会常常对他人的真实意图 持怀疑态度 甚至会认为其他人 也像他一样心怀鬼胎 此外 诚服深的人 也会经常使用一些谎言 或堂塞的话来回避真相 以此获取他人的信任 或者自己想要的利益 实际上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 说话缺乏诚实和真诚的人 一开口 就会让人察觉 聪明的人知道 真诚和信任 是建立成功关系的基础 因此 我们应该远离那些缺乏真诚和诚实的人 三 说话的言语中 藏着阴险和狡猾 一个人的诚服深不深 从说话就能看出来 没有诚服的人 说话天真 纯正而直爽 说话从不拐弯抹角 不打击与伤害他人 而诚服深的人 经常采用阴险和狡猾的方式 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诚服深的人 常常会说出貌似诚实的话语 但实际上却暗藏玄机 充满阴险和狡猾 比如 在表达某个观点或态度时 可能会使用一些反话或伪装性强的说法 让人难以判断他真实的想法 说话时 还喜欢使用弯弯曲曲 迂回曲折的方式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甚至不择手段 在说话时 藏着他的算计 藏着他的狡猾 还有一些城府很深的人 习惯玩弄别人与自己的关系 捏造谣言 操纵他人 经常给他人造成严重的困难和伤害 聪明的人 会与城府深的人 保持距离 以避免从他那里蒙受任何伤害 四 城府深的人 言语里没有诚信 城府深的人 喜欢承诺 说话很圆滑 但是却经常没有诚信 不忠于他人 往往会通过欺骗 扭曲事实等手段 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他的言语中 缺乏诚信 奥 普佐说 城府深的人通常不会公开的操纵和伤害别人 而是会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权力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了获得利益 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城府深的人 可能会说谎 承诺 但不对线 堂塞 敷衍倒 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和利益 甚至 他可能会表面上 对你保持客气和周到 但实际上 却蓄意隐瞒 他的真实想法 让你一次次陷入绝望之中 这种言行不一 不负责任 不诚实的表现 往往会让人感到不安和不信任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是建立在彼此的真诚和诚信之上的 一旦 一个人没有了诚信 就有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和疏远 与人相处 保持诚信 真诚和正直的品质 才能建立起互相信任 友好的关系 五 接触于 在人生的旅途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有些人 让人感到温暖和快乐 有些人 则让人感到疲惫和伤痛 而那些城府深的人 让人难以捉摸 常常让人无法真正的信任和交心 在与这样的人交往中 难免会感到焦虑和不安 作家郭默若所说 真正的友情 是无欲的 朋友之间只有真心 没有城府 真正的友谊 不是建立在各种利益的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 价值和人格魅力之上 人生路上 远离城府深的人 多和真诚 友善的人交心 珍惜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 用心去交往和相处 让彼此成为坚强的后盾 一起走过人生的旅程 一 卷手与人 都是会老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当一个人随着岁月扭转 而慢慢老去的时候 纵使我们心中 有万般无奈 万般的不愿意 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 毕竟 一个人的老去 是生命的规律 是人类社会 无法破译的生命密码 我们坦然接受为好 特别是一个人进入人到八十的年龄 更是会觉得红尘渐远 慢慢的 我们就要走了 二 是啊 人到八十 我们的长辈大都离去了 当我们有幸步入人到八十的年龄 我们会感到庆幸 毕竟 我们曾经年轻过 现在 我们顺风顺水地进入了人到八十的年龄 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 但是 高兴之后 我们却也会感到孤单 回头看看 那些比我们大的长辈 大都已经离去 剩下我们 难免会觉得形单影之 当看着窗外的红叶一片片地飘落 我们真的有一种红尘渐远的失落感 也许 人到八十 我们真的要老去了 我们真的会在某一天突然离开 从此以后 人间再无我 而这 难道不会让我们觉得万般无奈吗 三 是啊 人到八十 我们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了 人到八十 我们最需要的 是有人能够和我们聊聊天 是啊 当我们步入人到晚年的阶段 我们最怕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孤独而寂寞 而身边的老友也就三五个 平时在一起聊聊天和喝茶 说说过去的美好时光 日子总是不会觉得无聊 但是 当我们步入人到八十的门槛 我们就会发现 自己身边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少了 毕竟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 就是我们要开始离去的年龄 当人到八十的我们 坐在曾经有老友陪伴的老树下 却孤单落寞 无人言语 这时候 我们才会深刻地领悟到 我们的人生就要落幕了 红尘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四 是啊 人到八十 我们的爱人也步入古西 人到八十 我们进入了冒蝶之年 同样 我们的爱人 也进入了古西或者冒蝶之年 两个垂木老人 能够相依相伴走到人生的尽头 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 也许两个老人 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 有过争吵 有过纷争 有过不理解 但是 现在 大家都走进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是幸运的 也是有福气的 在平时的生活中 大家相依相伴 一句周可温 足以温暖我们的内心 夕阳西下的时候 一起历黄昏 同样能够体验到老去时候的浪漫 只是 我们知道 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因为我们已经人到八十 红尘已经越来越远了 五 是啊 人到八十 我们也开始风烛残年了 人到八十 我们的身体机能 已经每况日下 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了风烛残年 人老了 都是要走的 我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只是 更多的时候 我们也会感到忧伤 感到夜落归根的无奈 也许 在净水深流的河边 在水仙花的彼岸 在落叶缤纷的公园长椅旁 我们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孤独 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忧伤 是啊 人到八十 我们已经风烛残年 在这样的一个年龄 留给我们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就让我们好好地珍惜往后余生 让我们心如止水地走完最后一段旅程吧 儿女身上有以下习惯 劝父母别再付出了 真的没意义 一 引言 父母对子女的爱 深沉而热烈 为了子女的未来 父母用尽一生 浇灌子女 呵护子女 只要子女需要 便能倾其一生付出 然而 有些时候 父母的付出 并不会带来预期的结果 有些子女 因为有一些不良的价值观 让父母的付出 变得没有了价值 儿女身上有以下习惯 劝父母别再付出了 真的没意义 二 过度依赖 无法保持自我独立 一个人 过度依赖的习惯 其实并非天生就有 大多 都是在父母长期的呵护与溺爱中形成的 也许 父母是出于对子女的关心与保护 主动承担子女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 解决问题 规划生活 这样做的结果 会让子女在遇到问题时 缺乏应对的能力 习惯于选择依赖父母来解决问题 在未来的生活中 子女面临困难时 就会束手无策 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子女 一旦养成了过度依赖父母的习惯 那么 父母再多的付出 也无法让他真正成长起来 对于过度依赖的子女 父母付出的越多 他们就越容易变得软弱 俗话说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父母应该让子女独立解决问题 去体验失败的滋味 从而激发他自立自强的能力 让他真正成长为独立的人 三 缺乏感恩之心 不懂得回报 如果 子女没有感恩之心 那他就不会懂得珍惜和回报 不懂得感恩的子女 在享受父母无私付出的同时 会指责父母做得不够好 付出的不够多 甚至 对父母的付出视而不见 认为父母对他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在生活中 却没有想过 要如何回报父母 没有想过 自己应该怎样成长 扛起家里的重担 这就像都挺好中的苏明成 他会经常从母亲那里索取钱 为母亲垂背 在母亲的耳边说甜言蜜语 其实都不过是为了让母亲给他更多的钱 然而 他却没有真心实意善待过母亲 没有给予父母回报 不懂得感恩的子女 骨子里是自私的 考虑问题时 习惯从自我立场出发 不会顾及父母的感受 面对自私 不懂得感恩的子女 父母付出的越多 就会让他们变得越贪婪 四 缺乏责任心 不尽义务 在生活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但是 有的子女 渐渐养成了 不愿意承担责任 变得很自私的性格 凡事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忽略别人的利益 一旦子女养成这样的习惯 就会不愿意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愿意扛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就比如 很多子女 因为缺乏责任心 把自己的孩子 交给父母养着 完全不履行作为父亲 或者母亲的责任 还有的子女 只向父母索取 即便父母老了 也不愿意对父母尽赡养的义务 如果子女缺乏责任心 那么 父母就不要过度地付出了 因为 父母为子女承担的越多 他就越会变得没有担当 没有担当的人 扛不起生活的重担 也没有能力爱身边的人 我之前在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 教子不在于丰衣足食 而在于培养她的人格和责任心 父母对子女的爱 在深刻 也要有所克制 有所节制 因为太过于泛滥的爱 只会让子女变得依赖 不独立 自私自利 不懂得感恩 只有 子女学会独立 自立自强 懂得感恩 将来她的人生路 才会走得更远 儿孙身上有着几种特征 是富贵的征兆 别不知道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 是兴旺的 是和谐且温馨的 身为父母或祖父母 自然也希望子孙后代 能够争气 能够有大的成就 从而光宗耀祖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人不仅无法如愿 还会无比失望 因为现如今有很多年轻人 不仅不努力 不上进 还会心安理得地啃老 这是家庭教育的失败 也是整个家庭的悲哀 一个家庭能不能走向兴旺 其实从儿孙后代的表现 就能看出来 如果有以下几种特征 就要恭喜你了 一 为人踏实 不走歪门邪道中有一天 我们都会发现 其实人生没有捷径 如果非说有的话 那么最大的捷径 就是踏踏实实地稳步前行 当所有人都在想着投机取巧 走一些歪门邪道时 你能坚持初心 用最笨的方法前进 就已经赢了 因为你是稳固且安全的 而其他人则充满了风险 或许在短时间内 你比别人走得慢一些 但从长远来看 你比任何人都走得更远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 有一个脚踏实地的子孙后代 往往是兴旺发达的象征 这意味着整个家庭的风水很正 是莫大的福气 二 有上进心 能吃苦生活中 有多少年轻人 从小被家人溺爱 养成了好吃懒惰的习惯 哪怕他们已经成家 有自己的孩子了 依旧不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 更别提养家糊口 担负其整个家庭的责任了 所以他们习惯性啃老 啃得理所当然 对于家人的付出 没有任何感激之情 甚至还会埋怨 他们不够有本事 给予自己的远远不够 相比较而言 那些有上进心 又能吃苦的年轻人 简直是一个家庭的福分 他们三观很正 不仅不会啃老 还会靠自己的努力 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样的人 无论如何都不会过得太差 三 孝顺 懂得对家庭负责任正所谓 百善孝为先 一个人若是没有了孝心 不管最终取得了多大的成就 都是被人看不起的 因为他连最基本的良心都没了 也就等于做人没有了底线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会再懂得自我约束 早晚有一天 会做出违背道德伦理的事情 从而把自己的路走窄 甚至到最后 无路可走 所以父母从小就要教育孩子 让他们养成善良且温和的习性 唯有懂得感恩父母 心疼父母 才能成为一个三观正的人 四 有格局 凡是看得远 想得明白成长环境和家庭氛围 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除此之外 后天的经历也极为重要 有些父母相比有远见 他们从小就培养孩子独立的个性 放手让他们去经历 去体验 去闯荡 虽然他们吃了很多苦 走了很多弯路 但是相比于同龄人而言 他们更有格局 也更有远见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其实就是这么慢慢地拉开的 当他凡事看得远 想得明白 他就会变得越来越通透 活得越来越清醒 所以不管是为人处事 还是个人追求 他们都有极有条理性 这样的年轻人 可谓是前途无量 一个家庭是走向兴旺 还是逐步衰败 其实都是有征兆的 从子孙后代的表现和性格 就能看出来 所以不要忽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从小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引导他们养成健全的人格 方能让他们去追求更为广阔的人生 从而给整个家庭带来好运 凡事不强求 一切顺其自然 凡尘俗事 该来的东西总会来 谁也无法阻挡 该走的东西总会走 谁也无法挽留 我们的人生 需要更多的洒脱 才能在这人世间潇洒走一回 凡事不可以抢求 费尽心思去求一些东西 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人心不可以强留 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 勉强都不会有好的结局 为人处事 我们都不应该太过斤斤计较 越是纠结于某一样东西 你就越容易失去这些东西 很多人都喜欢贪图一些迎头小利 然后出卖自己的尊严 殊不知 这些迎头小利 不过是一时的拥有 为了得到这些私利 你会失去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人生在世 一定要懂得认清自己 得不到的东西 就不要勉强去争取 自己的能力没有足够强大 任凭你执着 你也不会得到 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 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争取那些值得追求的东西 当自己的能力和欲望 能够匹配的时候 我们才有资格追求更高的东西 做不成的事情 不要勉强自己去做 留不下的人 就不要强行把人留下 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永远都会在 不属于你的东西 始终与你无缘 凡事看看一些吧 人生有得到就会有失去 一切顺其自然 便是最好的安排 一 缘分不强求 命中早已注定 在感情的世界里 我们都会遇上某些人 有自己爱的人 也有爱自己的人 不是所有相爱的人 都能够在一起 也不是所有不爱的人 都没有机会 缘分天注定 你能和谁相遇 你会和谁在一起 其实都是上天 早已经安排好了 也许在前世 彼此都曾在三上三世时 上许下诺言 才有了今世的重逢 那些你先爱上的人 也许并不是 你命中注定的那一个 他只不过是在某个时间 某个地点 来度你的人罢了 当他离开的时候 不要悲伤 不要难过 他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然后慢慢地退出 我们的生命之外 爱而不得 往往会让我们暗自神上 但是我们也要相信 那些离开我们的人 终究不是最适合自己的人 自己那个对的人 正在缘分的路上等着我们 不要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 放开自己的双手 不管是对对方 还是对自己 都是一种解脱 真正的缘分 迟早有一天会来到你的身边 记得好好珍惜 好好守护 二 事业不强求 成败皆是努力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 不断打拼 都是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自己的事业当中 有成功就会有失败 一切看似无可奈何 其实皆是寻常之事 拼搏着的人生 才是最美丽的人生 我们这一生 会有很多的理想 并且为了自己的理想 而不断地努力和奋斗 也许有的时候 结果并没有如自己所愿 但是也别忘了给自己加油 鼓劲 事业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 我们总要经历许许多多的坎坷 失败不可怕 可怕的是从此丧失了斗志 我们要相信 所有的失败 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成功铺平道路 当自己经历过失败 品尝过痛苦 自己便会吸取更多的教训 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这时候 成功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所以 我们不要着急 该来的挫折不会缺席 该来的成功 不会躲避 做好自己 便是最好的选择 三 生活不强求 苦乐皆是人生 人这一生 有些事情 是你注定无法做到的 有些人是你注定无法留下的 这一切 我们无法去改变 我们能够做到的 就是听从上天安排 生活中的苦涩 只有自己才知道 很多时候 想要向别人倾诉 最后发现 谁都无法理解自己 其实 人生的常态 就是痛苦和快乐常伴 有开心快乐的时候 就有伤心难过的时候 很多事情 再怎么纠结也没有用 坦然面对 反而是更好的解脱 我们要淡然接受生活中的所有糟糕事情 因为生活无法强求 事情也不会永远按照你的意愿来发生 生活 山珍海味也罢 粗茶淡饭也罢 最重要的是 自己要从中找到快乐 一切顺其自然 你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最好的安排 凡事不强求 一切顺其自然 愿你我共勉 夫妻是不是真的恩爱 看家里这三个地方 一目了然 现在的感情太暧昧 我们也为难 怎样才能找到般配 夫妻是立下誓言 生死与共的人 却也无法确定 恩爱里几分真几分价 尽管我们无法判断 别人的私人感情生活 但可以通过观察一些细节 来猜测夫妻之间的亲密程度 我们通过观察家里的三个地方 来揭示夫妻关系的一些端倪 一、照片墙的布置 照片墙是展示家庭回忆和亲情的地方 观察照片墙的布置和内容 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帮助我们了解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否真挚 在历史上 约翰和杰奎林是一个典型的恩爱夫妻 他们的照片墙充满了幸福和浪漫的照片 展示了他们甜蜜的时刻和家庭的快乐氛围 当你走进一个家 在客厅的一面墙上摆满了鲜艳多彩的照片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 这些照片记录了夫妻二人的甜蜜时刻 他们的笑容灿烂如花 在每一张照片中都能感受到无尽的幸福和温馨 这个照片墙的布置不仅仅是一种装饰 更是一种见证 见证着夫妻二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和无限的爱意 二、共享空间的装饰 夫妻共同生活的空间如客厅和卧室 也反映夫妻之间是否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共同的价值观 《真爱之上》讲述了一对从大学时期相识到成家立业的情侣 他们经历了许多人生中的祈福和挑战 但他们的卧室却是他们心灵相通的地方 无论是彼此倾诉和发泄 还是分享亲密时刻 他们的卧室成为了他们之间真爱的见证 一个充满了夫妻二人共同味道的家 无论是客厅、卧室还是厨房 每一个角落都透露着他们的默契与和谐 共享空间的装饰是夫妻二人共同选择的 它不仅仅是一种风格的选择 更是彰显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 无论是家具的选购还是装饰品的摆放 都能体现出他们共同的品味和追求 这样的共享空间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恩爱和温暖 三、家居活动的参与 夫妻共同参与的家居活动能够展现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亲密程度 在电影《肖申克的旧熟》中 安迪和罗斯的夫妻的关系非常默契和和睦 他们经常一起做饭 收拾房间 相互照顾和支持 当你看到夫妻二人一起参与家居活动的场景 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 无论是一起烹饪美食 还是共同打扫卫生 他们的配合默契 笑声不断 夫妻二人的共同参与让家居活动变得更加有趣和有意义 他们相互协作 相互支持 共同创造出一个温馨和谐的家 这样的家居活动的共同参与 是夫妻之间默契与爱意的最好体现 在这个喧嚣纷扰的社会中 夫妻之间的恩爱不是那么容易被看到 但是只要看看家里的这三个地方 你就能一目了然地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真挚和美好 照片墙的布置 共享空间的装饰 以及家居活动的共同参与 都在默默地诉说着夫妻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每对夫妻都有他们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感情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点 我们应该以尊重和理解的态度 来对待他人的婚姻生活 那我 中文字幕——YK